这是监控记录下不可思议的一幕 一名看似穿着整洁的女子走进超市买牛奶 然而奇怪的是在挑选几分钟下来也不见他买 老板这边因此也不由的升头看了一下 但毕竟是顾客老板也没好说什么 可就在这时 女子突然将一罐牛奶拿到手中 眼看老板视线没有注意到自己 女子随即转身将牛奶给悄悄地放到了裤兜里 原本以为女子是习惯性的这样做 然而是我太高估了她这身穿着打扮了 当女子走到距离收音台紧不到两米的距离 她再次拿起了一袋牛奶 甚至还装模作样地看起了配料表 随即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将牛奶给再次放到了衣服兜里 从她这两次行为来看 大胆猜测她应该是准备零元够了 本以为女子会就此罢休 可贪得无厌的她眼看老板这边一直没有反应 反观老板还暗自高兴地以为来了个大顾客 殊不知却是来白嫖的 终于在时间紧过去不到一分钟时间 女子再次将一袋牛奶给放到了衣服兜里 随即还假装走到收音台说道 没有自己想要的牌子后便不慌不忙带着三袋牛奶 走出了监控画面 老板这边觉得事情不对 这才想到调出监控一探究竟